北投温泉街这些社区 砍警的三姓男子就是住在这 社区看起来十分的单纯 附近邻居只觉得他行径怪异 但根本没想到他竟然会持刀袭警 找家看起来斯文清秀 而身材轻瘦 他就是在捷运新北投站 涉嫌拿刀砍警的三姓男子 今年28岁 长期失业在家与父母同住 先前邻居也常听到 嫌犯与父母发生争执 而这把刀身上有的锯齿状 看起来相当锋利 就是詹姓嫌犯拿来砍警的牛排刀 而男子当时中午11点50分 从北投进站遭到远景盘查 最后12点14分时 将他送出了新北投站 但没想到詹姓男子两分钟后 又再度进站 之后亮出牛排刀袭警 我们大概可以证实说 他确实是在连医松德院区 就诊的病患 确实这半年来 似乎就医的情况并不规则 大概在几年前住院之后 他本来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病情 目前的状况似乎也有一些变化 确实在最近也有反诊 关于诊断的部分 只能说他大概就是一个 精神障碍劣策管理的个案 相信男子被逮后 向警方公称找不到工作 都是警察害的 似乎相当讨厌警察 但是为何随身带刀 是否已经预谋多时 警方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记者李嘉明 徐曼加SNG小组 台北报道